常用句型值得 我们英文有用法叫某物 it's worth 后面直接加上rng 他称之为叫某物值得...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 No.1 the city is worth visiting 这座城市是值得拜访 No.2 the novel is worth reading 这本小说是值得阅读 也就代表你有看到it's worth 你就后面直接加上rng 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写法称之为叫某物 it's worth 称之为叫某物是有价值的 你后面只能接被动的写法 to be pp 或of being 加上pp 因为这是固定的套路了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No.1 the city is worth to be visited of being visited 这座城市是有价值的 去被拜访 No.2 the novel is worthy to be rate of being rate 这个小说是有价值的去被阅读 也就代表你的写法如果是it's worthy 你后面都只能用被动的写法 那帮我把最后一个我们的惯用语写上去吧 有一个写法叫worthy of the name 名副其实 也就代表worth it off 后面可以直接加上一个名词 是有价值的写法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写法 就是这个写法 是有价值的写法 那是有价值的写法